病毒的起源一直是一个谜团 人们甚至没办法给它一个准确的定义 没法确定这种物质 闹地鹰不应该属于生命 不可否认的是 它们身上有着和生命相同的物质 有蛋白之作的一巧 又会小心谨慎地保护着自己珍贵的遗传物质 虽然病毒没有办法独立复制自己 不过放眼自然界中 有着类似属性的生命不止它一种 首先是它们的寄生特性 许多动物都会寄生 比如一些寄生小风 在宿主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它们就会给宿主强制针灸 像是菌体那样用针头往宿主体内注射一传物 宿主对于注射的意义无法觉察 即便可以觉察也是无能为力 等到毛毛虫破剑成蝶之日 便是寄生主体魔宫大成之时 这和病毒的复制逻辑基本一致 只不过昆虫这种生命体更加复杂 且需要依靠两性生殖 不过好奇怪它们刚出社会就能找到对象 为此不由的会让人觉得 生命在这一刻当真可耻 病毒企业的说法目前有三种 我们今天主要关注的是逆向理论说 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是 认为病毒以前可能是寄生在较大生物上的小生物 它们在漫长演进过程中 退化掉了不必要的功能 继而变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样子 我们对生物的进化特别熟悉 并且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撑达尔文的进化轮 而相应的生物也会在历史长河中丢失掉某些功能 比如罗烟鼠失去了皮肤痛绝 人类丢掉了浓密的体毛 我们会把这些表现称为退化 也正是因此我们知道生物的发展并不只是做加法 也会因为环境和选择做出一些精简 所以我们认为演化也许是更准确的表达 而根据逆向理论的逻辑 我们发现不论动物还是植物都有着比较相似的物种 首先是一种相飘万脸的植物 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化乙气为甜美文明于世 比较有趣的是它们并没有叶片也没有金干 它们会从藤本植物的根部获取营养 而藤本植物并没有独立的植物隔 所以部分大化草属植物也会被认为是超级生体 也就是寄生生物身上的寄生物 和病毒一样它们终生不会自己创造价值 唯一的使命便是掠夺营养并复制自己 不过大化草属只有一半是寄生性植物 这也就说明了它们变成如今的形态 其实也是一种推行 在动物界类似的退化现象也比较多见 比如退化掉势力的一些针芒缺木 或者长得很像是蛇 但不是蛇的各种蛇系 从名字上我们就能发现这一类动物会有一丢丢像蛇 不过远眼看去已经不只是一丢丢了 简直已经是一毛一样 常规的蜥蜴都拥有四条支撑行动的腿 而蛇系克的小蜥蜴中许多都退化掉了脚 很显然它们像蛇一样 发现了一些更便捷的发展方向 不过蛇系应该是出现了比较晚的一种 它们远远无法达到莽然蛇那种巨大的体型 较大的一类帝王蛇系也只有一米多 不过也还好了它们是寿命最长的蜥蜴最长记录54年 蛇系的蛇头和蛇的蛇头也不太相同 还保留着身为蜥蜴那种宽阔的特性 而又一种蛇系克的小可爱已经尝试着把蛇都分开 它们是亚买家聚草系身长30多厘米且没有退化四只 不过人们很久没发现它们了 也不排除它们已经灭绝了的可能 蛇系克有一部分还保留四只一部分已经完全舍化 比如这类缺知蛇系属的家伙甚至让人没办法分得清 而从鳞片的光滑程度我们还是可以辨别一二的 蛇系类的鳞片和石龙子一样丝滑并且富有光泽感 说到石龙子我们就顺便看一眼 这是一种叫做多线男系的石龙子 它们四只健全大小便通常 所以我们能做出未来可及这种有些主观的综合判断 另外还有用小可爱短尾石龙子 它们的鳞片同样闪闪发亮 比较有趣的是它们身上也保留着短尾逃生的能力 而蛇系克许多小可爱也仍旧保留着四只 这是一种非常漂亮的巴西长尾西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腿就已经非常的小了 鲜线的四只和粗壮的身体完全不成正比 总的来说如果没有必要 生物就会逐渐或主动或被动地抛弃某些器官 尽可能地为生存节省资源 有着类似生物特性的还有两期类的饮源 有灵墨的蛇和隐息 当然也包括了丢掉了尾巴的智人 而在细菌界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立刻此提示一类细菌 但是它们已经舍弃了主动存活的能力 和病毒一样它们并不能在培养皿上培养 必须进入动物细胞内部才能够繁殖 还有一种我们比较熟悉细菌一元体也同样如此 它们必须依靠宿主细胞才能完成生命周期 它们的生命形态和病毒十分类似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去假设 是不是病毒也是一类退化后的细菌 病毒和细菌的体型差异确实非常的大 不过科学家也发现了一些比较大的病毒 拟菌病毒的蛋白依巧直径达到了400纳米 已经快要接近了微小的细菌 而13年科学家还发现了尺寸更大的潘多拉病毒 长度更是达到了1微米已经可以和一些小细菌持平 后来还发现了更大更胖的病毒巨大病毒 这些病毒似乎在向人类诉说着 像是阴满一样 它们也是一群彻底躺平的生物 或许在很久很久以前 病毒的祖先也是一群热爱运动的 活力四射的热情生物